大家今天獨多分局為大家準備的心理饗宴 然後相信這一次是一場非常非常很好可以洗滌身心的 然後應該是每個人都有壓力 然後壓力是來自於自己 然後我們今天有請到你的藝人同學生能夠跟先生說話 在他失去他父親的當下 他又要上台去做一個舞台劇的手腳演出 然後在這個心情轉換上是如何去改變他自己 然後希望大家能夠收穫良多 然後首先啊我們先找一個也是我們的藝人 然後即將會在電視台跟所有的節目發片的思維 然後先為大家先唱一首歌 然後同學生能已經到現場了 馬上他就可以來跟大家分享 大家午安 各位長官還有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那我今天呢 要很榮幸能夠在這邊唱歌給大家聽 那其實呢 我上個月也才剛從警局退伍 對 好 那今天呢 要帶來一首蕭敬騰的歌 帶來凱莉 來自星星的你 不願意也不知 衛生的歌 per glad to help. screwed as Chile 的話業員也不知 訂閱派 強い融 拜託 沙�stan fer isa 我愿意付出一切拥抱你 Kellie Kelly 我只愿为你一个人存在 来自平凡的我 不乱也不乏 但就在这一刻 你震动我的心 赋予了我生命 也赋予我能力 我再也不愿接受离别 Kellie Kelly 我愿意付出一切拥抱你 Kellie Kelly 我只愿为你一个人存在 Kellie Kelly 我只相信欲看 Kellie Kell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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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愿为你一个人存在 Kellie Kelly Kellie Kelly Kellie Kellie Kelly Kellie Kelly Kellie 应该和 Reform Kellie Kelly Kellie Kelly Keep 然後我們接下來我們就要邀請我們今天的主角 常崇聖先生來演講 然後他這次的主題叫做人生如戲 不累不累 然後我們在這個人生之中 如果我們覺得這個生活是苦的 然後我們必定走到的結果也是苦的 然後應該是說我們會去嘗試的從別人的角度 別人的觀感 別人所有的經驗裡面去學習到如何去調適自己 然後我們邀請聖先生已經要進場了 應該是沒有聽到掌聲吧 所以大家就給我邀請聖先生來的掌聲 那我們就要請我們的余光聖主長和九層主長替大家掌聲吧 黃貴臺 黃議員 還有我們在座跟會員大家好 很高興有這個機會能夠邀請到我們唐聖聖先生 我想他 我不用介紹了 大概今天很多人就是因為慕名而來的 那我們很高興今天大概坐無虛席 還有坐在地上的 那唐聖聖先生 我想各位 我應該這樣講 因為我覺得他是我的偶像 因為以前我覺得他在扮演那個陳水扁總統跟那個李敖 比陳水扁更像陳水扁 比李敖更像李敖 但我個人覺得一個成功的人 不管他在哪一行 一定都有過人之處 尤其是演員 在 我剛剛在跟唐先生聊天說 怎麼樣在你悲傷的時候去演一個喜劇 跟怎麼樣在你心情很好的時候演一個悲劇 這樣心情的起伏條式 真的值得我們來學習 那我們警察工作也是一樣 今天會因為這個 我們是發現我們中央二之前發生過一個憾思 我們同仁在情緒上調整不好 那我們覺得說有應該要找一個這方面的專家 來跟同仁聊兩天 分享一下經驗 那我們因為我們覺得說這是難等的機會 所以我跟黃隊長還議員講說 欸那個 我們希望我們 我們志工媽媽也可以來跟我們參與今天的盛會 那我話不過講 不要再用時間 那我們現在熱烈掌聲來歡迎他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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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議員 各位長官 各位貴賓 還有各位 我曾經我曾經很羨慕 很佩服 也曾經夢想要當警察的 就是等於也是我小時候的偶像 警察同仁們 大哥們 還有我們辛苦的這個志工媽媽 志工同仁們 志工姐姐們 大家吻 大家好 好 我是偶像藝人蟲蟲 偶像 偶像藝人 那個 對 我接個電話 不好意思 我直接搖空氣 那個 今天這是我第一次在警察分局 這警系的系統裡面做演講 平常是在校園 在這個企業 那也不能說是演講 我其實不太喜歡講演講 因為演講感覺好像是要有某種特殊的社會地位 身份啊 等等 但因為我畢竟只是一個演藝人員 那這個年紀上可能也比各位好 可能那個 我們應該差沒幾歲 我們這裡剛有二十幾歲 拿手 有喔 請手放下 有啊 姐姐你看就知道二十幾歲啊 對啊 都差不多了 最大有沒有六十以上的 沒有 沒有吧 那姐姐一直回首 沒有 半邊頭髮是白的 沒有啦 沒有啦 你看六十幾年出的 其實齁 這個我比較強調是 比較想定位在分享會啦 因為我們的行業比較特別 大家比較關注得到 那我們的好會被放大 你光鮮亮麗啊 你賺錢很快啊 你高車子很方便啊 你都塞拋車啊 你做演奏 打皮 你跟你在一起都大排齁 其實不一樣齁 啊 我們的壞都會被放大 好 你酒駕 吸毒你怎樣也會被放大 所以比較容易被大家看到 所以我們如果出來分享的話齁 我們的這個影響的能量也會被放大 所以我喜歡出來跟大家做面對面的這種交流齁 那剛剛這個分局長跟我說 今天這個場合畢竟是我們這個警政單位的齁 希望說這個有關政治立場的不要講啦 黃色笑話啦 暴力色情這些不要講 那我就說 那我只剩下自我介紹可以嗎 他說不行啦 還是要講好了啦 我長有準備啦 其實今天我想這個有鑑魚喔 我其實我很佩服兩種人 一個叫警政系統的同仁 因為我是演員啊 大家的壓力我是很懂 而且不用講太多啦 反正你們應該都知道啦 像我們的有些民意代表啊 藝文我不是針對你 很常看新聞對不對 我前一陣子網路上才看到宜蘭地區有沒有 那個分局長站在那邊好像還是局長 好像不像在免免免這樣 在嚇高一點 好像有議員霧裡啪啦 難道你不認識嗎 啊 你們開我們的單子什麼什麼 就是這樣子的 我知道大家的辛苦 靠命隊老百姓 都已經跟你在這邊手腳來了 還不能開槍 我不開槍 這邊罵說不叫小 沒有用 懦夫你不配當警察 開了槍就說你濫用職權 用槍過當 我到底開還不開 都會有這樣的壓力 其實我們有時候面對的問題也是一樣 既然有些人情緒控管不行 有些人在某些工作的狀態下 那個關過不去 其實過不去的時候 你看看別人怎麼過的 對你人生是有幫助的 你過不去的 你看看別人是怎麼沒過去的 也對你有幫助 就看別人好跟看別人壞 都對你有幫助 看你適合看哪一種 有的人膽子很小 你給他看恐怖片 那個就是那個有沒有 我們在馬路上出車 或開車 那個頭在這裡 腳在那邊的 那個那個胸部在那邊的這種 你給他看他會很怕 另外一種是什麼 就這樣 最壞就這樣 他變得不怕了 你別的就塞起來 所以會有兩種極端 所以你適不適合去做這件事情 不是每個人都一樣 今天來跟大家聊一聊 我想到一個主題 我們定標在叫做人生如戲 不累就不累了 有沒有最近聽到不累不累 不累不累 其實有時候我們在看 人生一講 好像大家都說你很辛苦 你很辛苦 有沒有人說我很輕鬆 我從小到大都很輕鬆的 有沒有 舉手 沒有 沒有 你去問你 我從小到大到死 沒有 到死就不能做民調了 就到現在為止 七十八十歲 我永遠都很輕鬆 都很快樂 不可能 太難了 所以人生一定會有 坑坑巴巴 跌跌撞撞 有喜怒哀樂 有憋歡離合 這是一定 這是 這個叫定律 沒辦法 那怎麼辦呢 不累你就不會累 怎麼說呢 我們說 今天跟你出國 出差 公家機關幫你出錢 政府幫你出錢 然後去要寫報告回來 每天要開會 準備資料什麼 你會開心嗎 你當然不開心 去幹嘛 出公差 這叫公蛋 心情不會這麼好 但是如果跟你講說 今天晚 就是下午開晚會 晚上你可以到新處 去喝一杯酒 你可以在東京的什麼鐵塔 去拍個照 欸 你就覺得是去玩了 會不會開心一點 會開心一點 對嗎 所以啊 啊開不開心 其實你去做一樣的事情 都是 政府出一張集團 讓你推到日本 然後你就去開心一下 如果你不開心 你想的是開會 你就不會開心 如果你想的是 晚上可以去東京鐵塔 可以去吃 駕槓的日本的燒酒 吃他們日本的燒肉 你就開心了嘛 那這怎麼樣 建立一個開心的心態 你是不累 還是去工作 如果你去不累 你就不覺得累 你就不會覺得累 其實說穿了 人生也是一樣的 來 這個是聲控的嗎 翻頁 翻頁 應該是聲控的 我在猜 來 首先我們先定義 我們常常說 人生如什麼 人生如 嘿 是這樣嗎 我聽過有人說 人生如屁 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 他的人生到現在 就像是個屁 什麼事情都沒有 他 人生如什麼 嘿 人生如什麼 人生如屁 有人說人生如屁 為什麼 因為我本來 想要 我的人生 想要放鬆 哎呀 結果 很用力 很努力 然後整個腦沖血之後 出來發現只是個屁 我的人生就這樣過去了 如果你這樣想 你的人生就便秘 各位 人生 是屁 還是上大 是你自己決定 怎麼說呢 你要是便秘的人生 還是要通暢的人生 如果你把它當成是人生如屁 你覺得你人生一定要做大的 然後出來都是屁 小的 虛的 你會很難過 所以如果你只是想著說 我其實人生只要是個屁 就好了 我不一定要是這麼大的東西 你可能會好過一點 我舉個例子 有的人以為他的人生 不是啦 就他真的有一天出去 喝太多那個那個鮮奶 他肚子不太適應 結果他以為是個屁 就以輕輕的一樣 就出來不是屁 洗澡塞 這個是在外面一個公開場合 穿著禮服 怎麼辦 早去買口 外口 人生就是這樣 你不要以為 說我一定要做大的 可是你的腸胃 只適合做小的 結果你原本以為只是想要放個屁 結果出來一個大條 那個大條不是你要的 那就麻煩了 所以 人生應該是如什麼 人生是如戲 我覺得這樣子看是比較 看待這個人生會比較快樂 戲有其中解釋 第一個 演戲的戲 人生如戲 人生就是戲 全部靠演技 對不對 哎呀 我是真的在過人生 怎麼是演戲 我講的演戲是一個概念 你今天嫁 以前是人家的女兒 對不對 後來變人家的女朋友 然後呢 變成人家的老公 現在真的想要變人家的媽媽 你是什麼角色 就演好什麼角色 如果你說 啊 我名字這麼酷 沒得做媽媽 沒要怎樣 小孩就生 沒要怎樣 很痛苦喔 我要演好媽媽這個角色 哎 怎麼演呢 你這時候 你看看偶像劇 人家怎麼演媽媽的 你翻翻媽媽手冊 媽媽跟寶寶相處 怎麼照顧我 哎 你會覺得很好玩 為什麼 因為我當演員也是這樣 我也沒當過黑道老大 也沒當過爬手集團的大哥啊 我不會去找老闆的東西 但是我前一陣子有個舞台劇 也有個爬手集團的老大 那這個過程當中 我就會想 怎麼樣演爬手 爬手會怎麼樣 外面的兄弟是怎麼混的 可是我又是很講義氣 所以我的小弟都對我很好 大家都要來營救我 因為有個警察壓我 壓解我 要從高雄到台北 所以這個過程就好玩 所以如果你 啊 我做人的 我做人的媽媽 我做人的 你不會快樂哦 誒 怎麼樣做好媽媽 誒 怎麼樣做好老婆 當你有這樣的演戲的心的時候 你的 想到要怎麼樣把演技 增進之後 你的人生會變得比較快樂 你的生活會變得比較不一樣 人生就像是在演戲 全部要靠演技 那演技好與壞 你必須要去練習 我們這專業演員也要練習啊 更何況我們不是專業的 對吧 所以把生活當成出戲 你會變得比較好過一點